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香港的鹽樓系列 這次我們會去白石角這一邊 一個最新交樓的樓盤 就是日龍灣8 這裡就是日龍灣8 剛剛收樓 整個樓盤佔地不算大得很緊要 而且看上去U字形這個設計也有少許密 這裡就是走進來的工用部分 由於它有少許半戶外 所以這個位置是不會有冷氣的 前往這個就是泳池 這裡也很漂亮的 上來走廊位 這裡比較潔白 以及用了金色為主 整個感覺都很舒服 到底裡面又怎樣呢 現在馬上去驗給你看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支持 我們自家兄弟的驗樓影片 如果你有驗樓等等的需要 你可以在我們影片下方的WhatsApp Link 查詢報價 已經有不少需要收樓的觀眾 透過我們享用了這個服務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繼續支持我們的影片 這次要驗的單位就大概700呎左右 三房間的間隔 這個單位就看泳池很漂亮 向下就看到泳池了 不過由於它U自形設計 整個屋原 所以這邊就會看到樓勁的 外面如果打開露台這個門 都會有一點的車聲 玻璃上面就有些少許的奔化 不過幸好就不是氣泡 而且在這個窗位就加了一個夾陰 這裡是其中一間小的睡房 現在試水已經來到這一邊 我們這次先來做了試水的部分 整間屋三間房一個客廳 全部玻璃試光 現在做完這個試水的測試 看看這個玻璃等等 有沒有機會有些少許深流 有些少許深入的 晚上試試一下捨一捨地台 看看情況 剛剛呢 輕微試了就挺理想的 現在都看到它去水的速度 相當之快 看看這個去水位 這個爐台的去水位 這個爐台過了數分鐘之後 有少許積水 就沒有客廳的露台位 去水那麼理想 高速水壓槍 噴射之後 整間屋的這部分防水都沒有問題 這個玻璃就有一個花紋 另外下面就有崩了 在這邊也有些污漬 複雜 在這邊也有明顯的 涂油 這裡也有明顯的 這個防水 這個防水 說真的 做得比較麻煩 這裡可以看到很明顯 麻煩了 這裡是另外一間小房 都是長身一點點問題 但其他都是理想的 然後呢 地板有些不平衡等等 窗方面就有些花了 都是一些耐花等等 這個玻璃就問題多一點 花了之外有氣泡 氣泡就有兩粒 又不夠三粒 很難斷定發展商是否幫業主換 這個地板就少問題 牆身都是記住一些污漬 有少許檳花 污漬等等 這間房的問題就少一點 剛才另外一間玻璃就嚴重一點 看完廚房部分 底部這個漬膠就離了縫隙 這裡也是有一個縫隙 這裡就難打開 真的很難打開 就是刮邊的 聽到聲音了 然後這裡也有縫隙 推進去的時候會有些碰撞 這邊外牆是有一些空心磚 看不看得到 在外面這裡 OK 玻璃就有花 這個內牆磚就欠了掃口位 這裡 掃口位 大致廚房問題不算真的很多 洗手間這裡也是小問題 很難拿到刺子出來 這個位置就定死了 下次洗手間問題非常少 比主人房套刺更加理想 這裡裡面哪一碗都沒有問題 浴缸等等 試了去水情況都理想 洗手間這個部分 相當之不錯 主人房套刺的問題就稍為多些少 麵盤不平衡 輕微做歪了 同樣的問題 頂住了拿刺子的位置 沖水製這裡有刮花 再看看浴缸 浴缸這裡有些少崩了 不刺子 設計結合 設計可以試一下 一些細節位做得不夠人性化 要換刺子 基本上會做難刺刺 這個位置有個裂紋 長身的油漆 可以說是整間屋最理想的地方 師傅找到的問題位不算多 不過有兩個空骨 這兩道空骨位 大家都聽到聲音 這兩道比較嚴重 門這裡有個虛位 主人房地板有部分地方不平 還有有崩座 但是大部分的長身都比較理想 師傅說這個門鎖位 就不是很對稱的位 這個手柄位就斜了 炎樓的部分大致到這裡 整間屋都算是挺理想的 唯一就是玻璃問題 也不知道發展商在兩個氣泡的情況下 會不會換給業主 因為那塊玻璃也挺大 最後帶大家看看整個項目 公用部分的設計 和佈局等等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走廊位 就可以通道去各座 而外面這條車道就是駕駛出入之用 值得注意一點就是和附近的屋苑 都算是排得很密 旁邊這個應該是海逸灣 外牆那些我忘記錯了 這邊就是朗濤 這裡就是他會所 這個泳池很漂亮 現在還沒有人游泳 看看上面 密度不算很高 今集日龍灣8的驗樓影片就到這裡 若然你都有驗樓的需要 歡迎聯絡我們 報回價錢給你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